大家好,我是軒老,繼續來我們的彈生世界 那這上次我們三天前的時候終於首抽到我們的佐倉家暗宿開局 那基本上這個組合也基本上你首抽了大概三天快四天的時間 這個遊戲老實講首抽的流程其實如果你快一點的話大概不到一分鐘就結束 但是首抽的那個角色真的非常的恐怖 那個首抽基本上都很難抽到你想要的角色 這個遊戲的話其他隊伍一般大佬又不太推薦 就是水隊、光隊基本上比較非主流 然後強隊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這個遊戲一開始的時候大概就只有火隊跟風隊是比較常用的 那如果你要抽到火隊跟風隊的核心角的話又要抽比較久 然後你還要再加暗宿的話 這個強大的外掛角色的話其實真的 如果你首刷可能要刷個兩三天可能才有 運氣差一點的話可能還要更久 好那彈射世界 昨天開始我們那個青年活動來看一下 真的我真沒想到黑局竟然會這麼的佛心 以前玩天堂M或是玩那個的時候真的 還沒想過黑局的那個福利會送到這麼好 就是我們的每天從6月18號開始到23號 每天都有一次的那個十連抽 喔當初這個我是6月17開始玩的嘛 所以基本上那個時候還沒有十連抽 所以完全都是靠新手一開始送的那1500鑽 開始一直刷手抽 所以如果有這個活動的話建議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 趕快趁這個時候有十連抽趕快來那個來抽角來開局 而且基本上他的掉率好像還不錯 大家都抽到一些新角啊或是一些想要的角色 所以可以那個趁6月18到6月23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或是想要重新那個重生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的起手太爛的話趁現在趕快去手刷這樣子 要不然到時候沒有十連抽之後又會要開始 每一次開局那1500抽要拼那個兩隻五星 而且又是你要的角色的話會很困難 好那我們來抽我們的那個十連抽免費 好真的很爽這個像我們無課玩家齁這個鑽石那個很難存 所以基本上能有一次免費十連抽真的是要保那個 心懷感激一下 來喔怎麼那麼lag 來來來來來免費十連抽 應該是最近因為這時間抽關係人真的變蠻多的 來囉準備要發射 這個全學抽卡這幾個一二三四四個 來這誰 三星角垃圾 好沒你的事情 長得蠻帥的 欸這誰啊 欸 欸新角新角那個溜溜卡 這個是那個這次新年的新角還不錯 以收藏角度來說 喔唷唷 最藍的少女見識 這個是 欸這應該也是新角喔 啊對尤瑋爾 這個有點像那個 喔唷 拉麵店店長 好雷貝卡 欸不錯啊抽到兩隻新角還不錯 其實以收集來說這個遊戲還不錯 欸應該也是新角吧 喔占卜女巫 這是四星喔沒有五星喔 欸 欸 又是你 欸 欸 看到你真開心 這樣我就少一個那個三星的那個 來吧來個五星的吧 欸 奇怪我看人家二十抽兩個五星就畢業了我什麼都沒有 好啦至少有抽到那個新角啦 這這三隻 欸這三隻是新角 欸這三隻 還不錯 至少以 其實這個遊戲來說 那個四星角其實有一些還是蠻實用的 像比如說雷龍啊那些都蠻實用的 那更不用講剛剛抽到的技工 技工老實講真的是蠻 真的是蠻強大 呃 等一下就這兩隻 那個一個是那個 他們說火屬是不是 日版的玩家 諾 諾伊尼 然後他也是那個 增加火屬性的攻擊傷害這樣 如果你是讓他把他當隊長的話 然後 另外一隻好像是水屬的吧 這個 聽說這隻非常強大 然後會用到很後期這樣子 那個 艾里亞 那水隊的話基本上 因為好像水錢太弱的關係吧 水隊好像比較少人在玩這樣 還是火隊比較多 好抽完了 來我們來打架 我們今天就是先來破第六章 破完 啊先進來我的隊伍好了 破完第六章 然後 再打 打一場共鬥好了 其實這個有 晚上這個遊戲才好講 目前這個遊戲都還蠻好玩的 就是共鬥的那個有點麻煩而已 來喔 這我們的隊伍 那個 我們的 左倉配暗蘇 我們的 那個 克拉利斯 基本上他就是火隊隊長啦 然後 左倉 他的那個 隊長技能 火隊基本上就是靠他的那個 加那個 技能傷害 然後還有加一些那個 其他的一些那個技能條這些 那他配 他配暗蘇真的是超強 他們只要開那個技能喔 我真的是毀天滅地的強 兩個那個 一個那個圈圈 然後到處飛這樣子 然後暗蘇基本上也要練 然後能力的部分 瑪娜圖版喔 角色練成其實 最近 爬了我真的發現 還是要收集一下素材 其實瑪娜圖版跟有些遊戲也差不多 這個是那個啦 故事書 你把它點開的時候他不用耗到素材 然後他你可以直接拿那個鑽石 等於說有些故事可以讓你看這樣 然後這個大顆的 就是你可以開他的技能 就是能力1 然後 還有能力2 能力3 然後 然後 這是能力2 你開了之後你的角色 第二能力才會開啟 然後這是能力3 然後能力3 然後再加這個 那個 技能強化 所以一般 角色下面 那個有4條 你要開完之後他才會都會出現 然後 如果你都開完的話 他就會直接變身 如果你這種大雕像都開完的話 像我們的那個 一開始的暗蘇不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你這4個都開完的時候 他就直接變身這樣 那個力輝會直接變身 然後下面這個能力才會打開這樣子 好 那也是這樣 那就是瑪娜圖版的部分 其他部分 那個 要點開就要去找素材 那個是去打 打素材官 然後 強化的話 分強化跟解放 強化就是你的等級可以上升 那他會消耗你那個損 按一下他就那個 直接那個 吃 就等於當經驗值吃掉這樣子 然後 上限解放的話 就是 五星角色 一開始是 最高 最高等是80 然後四星是70 然後三星是60 這樣一時類推 那如果你要 變得更高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那個 強化 就是個破星結界 有一個的話 你就可以提升五級 那最高好像到一百級吧 到一百級就是 等級最高就是到 上限一百這樣 喔 他 他直接破掉了 所以那個 原本是八 八十他可以直接破 然後 要破的話 就直接三星的破 破星結界 然後就直接 解放 然後他就覺得最高等級 不要九十級 然後你就消耗掉一個那個 三星就耗三星啊 四星就耗四星這樣 那反正最高等級就是 一百級這樣 啊 基本上他應該也會練滿 所以到時候就 直接把他轉成一百級這樣 啊對 我想起來了 那個 我看那個大佬喔 有人提醒說 千萬千萬 不要按右下角的那個 這邊有一個轉換成經驗 好像是角色你滿等之後 如果你再抽到他的話 那基本上他會把你從 你可以重製成經驗 那基本上這個經驗 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他 如果你一直點的話 他如果你剩最後一次的時候 你按下去他好像也沒有什麼鎖定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把你吃掉 所以這個玩意兒千萬不要點 因為這個經驗值非常的少 那 就是 點完之後如果你那隻角色 如果是最後一次的話 好像會直接被吃掉的樣子 看大佬的那個 攻略分享好像是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的隊伍 目前就是 左上配暗書 然後 那個 火烏女配 技工 那火的話目前還沒什麼角色 所以就是 主角配那個 水奶 水奶的話是因為那個 雪真的太低了 每次打架的時候 的那個 水 那個雪真的是不太夠用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個水奶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打第六關 打完之後我們再打一場 共鬥好了 啊 這個遊戲真的是 不錯玩 然後 共鬥的話基本上都不耗 如果你有互相加追蹤的話 其實不耗體力 或是只有耗一半 如果你是我們是後來加的話 所以但是要開小號 但是我們又沒有開 沒辦法開小號 其實這個遊戲玩到現在 其實真的 真的是不錯玩 但是共鬥的那個房間 真的我覺得有在加強 他不能直接隨機加入人的那個 你一定要輸入那個 房間的號碼 所以如果你是 就是像我們這種邊緣人玩 或是沒什麼朋友在玩的 那你只能去一些聊天室 像我就去巴哈聊天室 看看有沒有人開房 然後就加進去 要不然就是自己開這樣 來了 來囉 打惡魔 艾基爾之長 喔唷 爽了 沒有爽 彈珠台最好就是 彈到這種好位子 然後就一直攻擊 來了 這是我的大絕 這是我最強的大絕 喔唷 爽啊 這基本上推圖 真的是無往不利 彈上去一下 就是那個 十幾二十K的這種 來 火女巫放技能 技攻轉轉轉 打兩下 來囉 水奶要補血囉 補 有有有補兩百多 補補小補啦 好 輕鬆 我們的火罐川新手隊 火罐川配水奶啦 其實也是還不錯用 哎呀 模擬氣增是有點lag 感覺用手機比較不會lag 但是用手機玩比較那個 SS 好 其實一開始衝等的時候 其實 新手玩家如果剛開始 像我們這種剛開始 起步的時候 人家說 你就去那個經驗關 去打那個經驗關 直接把等級 說你的一些角色等級 直接衝到大概 四五十左右 然後就開始推圖 然後打素材這樣子 然後 之後就慢慢開始 跟人家打共鬥啊 或者是去打素材關 打活動關 然後去練等這樣 其實還不錯 然後練到差不多 五六十之後吧 戰力差不多 破三千之後 其實大概就夠用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一些 那個推圖啊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因為等級不高 一開始打 真的難打 來最後一關 八頭大護身 我說那個經驗關 就在這裡 看一下看一下喔 看一下我們的經驗關 在 活動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這是打素材的嗎 最下面有一個那個 打經驗跟瑪娜的 那這玩意兒的話 一開始 一開始的體力 你只要升滿 就是很容易升級 所以他的體力 應該都用不完 然後你就這個 可以這樣打 一開始的時候 等級比較低的時候 真的比較難推 因為他的這個屬性 是隨機的 你要 比如說 十到四十關 算蠻簡單的 第五十關 在新手那時候 第一天的時候 就蠻難打 所以像我們是火隊的嘛 你就每天刷 進去關卡之後 那基本上這個遊戲是 你關卡只要沒有完成的 情況之下 他不會消耗你任何的體力 你死掉啦 或者是 手動退關 或是什麼當機 反正你只要沒有到 最後結尾的時候 你的體力都是不消耗的 所以 你假設我們現在是雷屬性嘛 那如果你 欸 如果你要進去打 那如果你覺得 雷屬性打不太贏 你就進去 遊戲 然後進去出來之後 加進去 然後馬上跳出來 跳出來之後 這個屬性就會變 那比如你就一直刷 刷到你 假設我是火隊 我就刷到有火隊 然後打火 就是 用火隊去打我們有加成 然後比較好打的情況之下 50關會比較容易打 那多達體性 等級上來之後 其實就不用這樣 那一開始的時候要啦 那個新手第一天的時候會卡關 但就只有這個馬納會變 其他的都是固定 所以其他的那個 完全就是看你的等級跟練度這樣 那所以這個遊戲還不錯啦 就是你打 打輸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耗你的體力 那什麼當機啦 或那些都不會 然後共鬥的話 如果你是 互相追蹤的話 如果有人開房 只有開房的那個人會耗體力 我們後面追 欸 欸 體力還不夠 好吧 那我們來吃 吃藥好了 林北最喜歡喝藥 我們存了那麼多藥 好多 來 打我們的第六關 第六關打完之後 好像就可以開那個 大蛇是不是 因為BOSS戰 BOSS的部分 目前我們都還沒有開到大蛇 那其他的話 差不多就這樣吧 新手一開始就 去馬納那邊練 練到四五十級 然後開始 推推圖啊 打打素材 然後把馬納圖版 各個角色 重要角色的馬納圖版開一開 那開完之後 基本上推圖應該就蠻容易的 然後再來 就是一直 開始刷素材 開始練等嘛 然後開始換那個破心 破心結晶這樣子 來了 拔起大蛇 來大頭目 精準維修 大絕 我轟爆你 喔呦 兩顆頭就再見了 好爽啊 21K 25K 哇 帥啊 喔呦 是不是 我們的左艙下暗術 真的是非常的猛 難怪這麼會是夢幻開局 一開始那個 沒有暗術的時候 當初最早以前是那個什麼 是那個封隊的時候真的 打起來蠻辛苦 來了 深淵的波動 欸欸欸欸欸欸欸 撞他撞他 欸對對對對對 喔靠腰全中 靠腰還是全中 欸奇怪怎麼那麼帥 來了 發飆了 上大招 好我轟死你 好啦剩最後一顆頭了 沒了 忘了 哇 哇靠 這是阿小 他該不會 那個 蛇頭 發體質波動 這是阿小 應該不會吧 好結束 啊 輕鬆輕鬆有有用 練到七十級 那個火罐川隊打這些圖還是蠻輕鬆的 難怪人家說夢幻開局是用最少的資源 然後可以做那個通關跟那些 好 第六關關槍啦搞定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基本上還是要手刷一下比較好 像很多人現在都在開那個 沒有技工的那個大樓跟沒有活女巫的大樓 啊這就是素材 然後這個玩意可以換 我們打的那些BOSS關卡都是可以拿來換素材 然後我們說換破心素材跟金素材是最 破心結界啦 破心結晶跟那個金素材是比較所要的 好搞定 然後最後一關了吧 就是那個第六關沒了 錯了這遊戲其實主要還是跟朋友一起玩 其實這個遊戲如果有朋友一起玩真的蠻好玩的 以前 其他這個養成有點像是那個啦神魔之塔 只是神魔之塔以前早期 剛開始 神魔之塔剛開始開服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那個 手動刷 就是自動刷素材齁 真的太浪費時間 唉唷 完成了完成了 他送我一個東西 等一下看一下喔 第六關送我什麼好東西 他是寶珠啦 寶珠跟武器基本上兩種 就是武器的話可以升星 那寶珠的話好像他就不能升了 但是寶珠的話 喔 人妖白鬼夜行 啊不錯不錯 然後 技能還OK啦 反正 推完最後一關他都送你一些寶珠跟武器 武器也可以用換的 然後武器可以升星這樣 其實武器 會比較強啦 但是前期好像都是用寶珠吧 那只是說有些會綁定那個個人 喔第七關 來喔我們最後一場來打共鬥 我們剛剛上面有那個鈴鐺 就加進來了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包大腿啦 我們那個 Rank才四五十的那個玩家 就是大概新手大概玩個兩三天的差不多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包大腿還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練得強的話 其實 你當那個 不用當開放的 後來加進來的話其實還蠻多 新手玩家願意包大腿這樣 要不然真的 喔很多那個boss真的好難打 那個 大腿我看有空練一練 我再看試試看能不能單刷好了 其他 像那個 雷廢龍就是真的蠻難打的 喔真的 所以角色還是要練高一點 尤其是我們像火罐穿的話 那個 左倉配暗書 基本上還是要練高 我們大絕開下去之後 一定要秒天秒地才行 來了 我們這個是比較簡單的boss 大家看 只有一關而已喔 喔 這是那個機器人 來了 發射 喔唷 好Lag 有了 獵殺領域 煉金爆炎 開始旋轉 喔 怎麼 這是慢動作啊 來 喔 140 有 有 那個魔 那個王的血在明顯的 來喔 彈 有一點 速度很慢的感覺 這是一倍速嗎 來了 五合體連擊 喔爽啊 93K 再來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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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98K 98K 有半條喔 喔還暈眩喔 這王怎麼感覺那麼怨弱弱的 嘿嘿嘿 來打打打 好又暈眩 欸這王到底有沒有攻擊過啊 欸怎麼 我看到 另外有兩顆綠色的 欸那個橘色的主體在轉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招式嗎 來來來來 這是什麼東西 欸 這是什麼 這是炸彈嗎還是機器人 是不痛 欸 喔靠 喔 才剛說很不痛 哇靠三條 完了完了 左邊三條又下來了 唉唷還好沒在左邊 這跟前幾天打那個聖誕王一樣 把那個中間隔離起來 然後左邊 如果你是被他擊中的話超痛的 好 大絕有大絕有 好 我敢覺得我大絕是Steam 來了 左倉配暗書 旋轉跳躍 哇 這是肉眼可見的那個 掉血啊 有沒有 肉眼可見的掉血 362 再來 突破 欸欸欸欸還差一個還差一個 好 ブレイク 提倒 哇 還好啊 這王比較簡單 比那個什麼 雷廢龍跟那個 大蛇來的簡單 哇好Lag喔 天啊 我還很希望手機玩比較好 有模擬器玩感覺來 真的是不太行 有這個 多人 協力boss 然後可以解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的話可以 換一些那個素材 破金結晶的那個碎片 一百六十人 好 弱點破壞 你看打共鬥就是免費測人家 然後經驗值還不錯多 然後任何 超水隊打超火前進 工具人隊 好 OK啦 好 大概就這樣 這是共鬥 其實這個遊戲老實講過 能隨機加路人的房間 真的比較方便 就不要在那邊輸入那個 房間指令 而且那個 真的會等比較久 以新手 如果像我們這種邊緣人來說 真的 沒有房間那個的話 真的比較難找 好 還是這樣啦 那目前的玩法 大概都知道 剩下就是一些比較 詳細一點的 計算的那個 技能的一些 方式啊 還有一些角色的搭配 其實最多是角色搭配 然後還有一些武器啊 的那些強化那些東西 因為武器 其實武器真的也蠻多的 這個遊戲的武器 也不少 所以要搭配起來 也不容易 像一開始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寶珠也拿到不少 然後武器你也可以換很多 那到底要哪個武器 其實要再研究一下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 趁那個 現在 那個什麼 新年活動 每天十抽 趕快 那個新手玩家如果想要 手刷的話 手刷檔的話 趕快那個 趁六月十八 跟到六月幾 六月十八到 六月二十三吧 欸六月十三 每天都有一次的十連抽 所以那個 手刷會比較輕鬆這樣子 好大概就這樣啦 那 那既版民宿喜歡或支持一下 我是旋狼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